中華生活美學館 基本上生活結實 離去社區的外甸 要請每天大廁 五文兵 記得新興中愛的民眾 老大人跟小朋友 來做到每天的餐廳 希望做到這種簡單好做的結實品 可以在生活中 先為使用的東西 也能進一步來推動到 結實文化 隨著老師也記得 小朋友一步一步 做出手以自己的餐廳 我們是大人也來到三天 將餐廳沒到白白 數十個好多 我們的長輩 幫小孫子餵飯的時候 可以讓小孫子做 非常適用 而且做得非常堅固 這是紐西蘭松木 不是一般的梧桐木 所以它的強度很堅固 社區老人 社區朋友 能夠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 能夠大家互相的融合在一起 而且又有唱歌 非常的快樂 大家做得非常的高興 中華生活美學館 基盤中藝術住在平原地區的活動 除了木工大師 跟座醫院 還安排中唱歌跳舞表演 讓每一個人都能透過的活動 感受到藝術 讓社區的居民 老老少少 不同族群的人 都有機會來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把高水準的藝術大師請到在鄉下地方來 讓他們認識一下了解一下 也順便把他們的作品帶下來展出 讓各位去認識了解 比較是說文化就近使用 不要讓他們說一定要跑到大都市才能看到這些作品 那我們希望這種多元素的結合能讓我們的親子教育更加的豐富 那希望今天帶來帶給大家這些藝術饗宴呢 讓大家覺得生活是有品味的 那希望每個大朋友小朋友今天都能夠滿載而歸 這個活動所搖擦的對象是包括大人小孩 新種車和新住民朋友 希望不敢做軍聯合 可以讓藝術創作競投完 現場竟有歌舞表演 讓會好日本藝術的阿嬤 在現場受益老大人的藝術 我們這些老大人的藝術 大家來參加來唱歌 五六 感覺很好 都是比較古老就是古早味的歌 讓長輩都聽得懂 然後可以讓他們回味過去 年輕的時候 日本歌啦 台語歌啦 國語老歌 還有國語的老歌 喜歡 因為這個讓我體驗到木質 木質磨好 很好磨的感覺 其實新外島中出廚都是藝術 通過庫廷外島 讓社區大大小小 可以學校如何去興奮和創造藝術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記者 鄭怡婷 彩虹報道